为什么说甘肃地震暴露了中国的隐藏实力 因为就在地震发生三分钟后 西部战区陆军就迅速响应 第76级团军仅用三个多小时 就赶到了灾区并开始进行救援工作 而甘肃省正义和应急管理厅 也在地震发生之时迅速响应开展救援指导 这样的中国军政反应速度 再次让西方各国为之一颤 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 甘肃省基石山县突发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缘地震 这就意味着地震能量能迅速传到地面 这也是为何我们感觉震机不大 但是造成的破坏力很强的原因所在 就连距离震中102公里外的兰州都有明显震感 而震中位于基石山县柳沟湘 因为农村房屋在修建时缺乏抗震设计 导致抗震级别过低的房屋轰然倒塌 更重要的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在深夜 人们大多数都处于深度睡眠中 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所以在地震发生后的那一夜 就造成148名群众无幸遇难 与此同时地震并没有结束 光是在地震发生后的6个小时内 就发生了余震275次 造成房屋损毁4782件 而地震引发的电力受损和山体坍塌 更是给后续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更让人揪心的是 地震发生时当地气温已经突破了零下10摄氏度 有的群众来不及穿衣服进行避难 只能在凛冽的寒风中受冻挨饿 不过有群众在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解放军 在地震发生之后 相关应急部门迅速响应开展救援指导工作 仅仅两个多小时 甘肃省省长和省委书记 就到达了灾区现场部署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武警甘肃总队也迅速响应 地震发生之后 迅速出动333名武警官兵到达灾区现场 而西部战区陆军在地震后 也立即做好应急准备 第76级团军300名官兵连夜出动 急用时三个多小时就到达现场开展道路清理和救援工作 而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也立即组建了一支救援力量 上千名消防人员 上百辆消防车迅速赶到现场 另外甘肃省卫生健康部门迅速响应 第一时间派出了33辆救护车和173名医护人员 开展伤员救治和转运工作 而在19日90分左右 西部战区调用了一架约20从军用机场起飞 急用时两小时就运送着应急指挥组到达目的地 就这样在相关部门的带领下 救援 运输 医疗等工作全部有序不稳地进行 他们深入灾区现场对所有的损毁建筑进行拨海 确保每一个埋在废墟中群众的生命安全 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搬着冰冷的石头 保证外界通往灾区的交通正常运输 他们又搭起了一顶顶帐篷 让受灾疏散的群众能有一个温暖的小窝 他们又抢修已经受损的书店设施 尽自己所能让光亮点亮黑夜 直到他们忙活到了凌晨 当处在安全地带的我们睁眼得知甘肃地震的那一刻 灾区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解放军战士们已经架起了一个个锅炉 让所有的受灾群众吃上热乎板 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 当甘肃地震的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之后 无数企业和爱心人士为灾区捐款捐物 他们可能是名利双收的企业明星 也可能是岌岌无名的普通人 他们拉着一车又一车的物资赶往灾区时 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伟大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我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义 而解放军这三个字含义的分量之中 相信很多人都身有理论 只要人民有难解放军 就能立刻出现在人民面前 他们的到来就像给所有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而不管是这次甘肃地震 还是之前所有的救灾行动 解放军的救援速度都让其他国家所震惊 除了这次甘肃地震解放军反应迅速之外 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 解放军依然也是第一时间披荆斩棘的赶赴现场 2008年5月12日 汶川突发8.0级大地震 一时间地动山摇 镇中的房屋瞬间倒塌 群众们更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有的人还没来得及跑出门外 就被压在了废墟之下 而这次的地震波足足环绕了地球六圈 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大半地区 甚至我们的邻国都有明显的震感 而这样的天灾之下造成多少伤亡可想而知 据统计 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 1993.03万人失去了住所 直到如今我们依旧不忍心去回忆 更可怕的是 因为地震过于强大 造成灾区与外部的通讯中断 而链接这外界的公路也几乎被摧毁 从山上滚落的巨石挡在了公路正中央 让后续的救援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 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解放军就行动起来 距离最近的成都军区 立刻派出四架直升机查看灾情 紧接着6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开埔灾区 而当他们遇到道路坍塌 桥梁断裂的时候 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翻山越岭 开山劈石 跨越极流 穿越险滩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数万受灾群众身边 为了让身在冒险灾区中央的人民放下心 救援中心派遣出了空降兵 然而灾后天气十分恶劣 尽管如此 十五云之鹰小队还是上了飞机 而众所周知四川的地形复杂 正常情况下 从4000米高空跳下已经是极限 而当时他们面对的高度是4999米 而且还是在不知道下面地形的情况下盲将 如果落在了河里或者是最时尚结果 可想而知 然而这15个人没有一个退缩 没有任何犹豫地从飞机上跳下 正是因为这支小队的努力 才给冒险中的情况全部打探清楚 他们在灾区开辟停机品 为后续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而当人民群众看到空降雄兵的那一刻 也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他们一起携手并进救助被埋在废墟中的灾民 别看他们只有仅仅15人 但是他们的到来就像是给人民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再告诉他们再坚持坚持 解放军正在赶来帮助群众的路上 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才让阵后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 实际上解放军已经深受群众的信任 不管是再大的灾难 只要有解放军在的地方 就一定有希望 相信很多人对98年特大洪水中 解放军的印象很深刻 1998年有一个不平凡的夏天 因为极端天气的影响 长江流域的降雨量持续增高 使长江大型湖泊的水位不断上升 造成许多个低大决地 洪水猛兽一瞬间就灌进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受到灾情影响的群众多达上亿 倒塌房屋上百万间 在这危急关头又是解放军军冲在了最前线 投顶着五角星开着所有能开的皮州 去竭尽全力的营救看到的每一个群众 而九江段殉情极为严峻 在1998年8月7日 长江九江段发生了决地 南京军区立马指令三万解放军前驱抗洪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绝口堵上 不过他们没有重庭设备 也没有相关规划 只能将一代又一代的沙带扔进去 然而面对湍急的洪水这样的做法 没起到多大多 在危机时刻解放军们临机一动 他们征用了货船填在了绝口上 这才成功的滚住了水势 然而多艘货船之间依然有间隙 如果间隙不堵上 仍有可能再次被冲满 于是解放军们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扛着沙带一个接一个的跳进洪水 在岸上的群众看着心疼急了 一个劲的喊着别跳了 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的跳进去 与洪水猛受竞争 就这样他们齐心协力与洪水斗争了几天 就将终于转危为安 而整个靠洪过程 有30万解放军参与 他们才是最值得被踪敬 直到现在不管是什么灾难 解放军总是能第一时间到达 前不久甘肃发生了地震 解放军再次向西方国家 展示了什么叫中德服 我们深信只要有解放军在 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很快度过 他们才是我们身边真正的守住人